练得身形似贺行 千诸松下两寒经 我来问道无语说 云在青天水在平 只为求仙不问世 却可垂帘天下之 大家好我是二名顾 打今儿起跟铁的门聊一聊大明1566 这句呢大家都知道叫好不叫做 都知道它好 可很多想入坑的朋友 第一集就被劝退了 因为太过晦涩难懂 所以在开讲之前 先简单介绍一下各方势力 以便能快速进入剧情 首先第一股势力 是以内阁首府严颂 和公布吏部唐官 严世帆两父子为首的严党 俩人是世人皆知的贪官 这严颂虽然坦 但更大的价值是能让皇帝吃饱 而且能替他背国 这也是其存在的意义 第二股势力 是朝廷上一群斗不过严颂 却又不甘心败起门下的官员 所组成的清流党 代表人物 徐杰高拱张居正等 这一党派没有真正的首领 均依附在豫王身边 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 干藩严党 取耳代指 第三股势力 是以斯里坚 掌印大太监旅方为首的宦官集团 内阁所有政令 都需要通过斯里坚批红 才能生效 他们的主子就是 太上大罗天险 子吉长生 圣旨昭灵 统三元正应 欲须总管五雷大真人 玄独境万寿帝君 嘉靖皇帝 了解了三方势力 接下来就开始进入这 勾心斗角的官场大戏 嘉靖三十九年 腊月二十九 年关将至 朝廷国库窥空道 拖欠官员凤罗 再加上一东无雪 导致流言蜚语四起 说上位者无德 引发了天怒 嘉靖找来了掌管天象的周云义 让他翻翻资料 看看以前哪个丰收年 没有下雪 好以此来按压谣言 没想到老伙计直接火上浇油啊 最后问你一句 今年腊月 为什么不下雪啊 朝廷开之无度 官府贪慕横行 民不聊生 天怒真 朝廷是谁的 当然是皇帝的 官府指谁 自然是敢贪天贪地的严导 老伙计说出这话 压根也是没想好活呀 现在嘉靖面对的是 如果不重责周云义 那接下来 很可能发生 清流集体弹劾严�嵩的局面 可看这架势 嘉靖并不想让严党倒台 所以赐了二十庭照 奸行的是东场踢赌 冯宝 这帮太监靠什么活着 揣摩圣意 如今他周云义诽谤天子 皇上是不是想他死呢 一咬牙 赌了 这一打 直接给打死了 至于冯宝赌没赌对 那是后话 要说他周云义 为什么这么做呢 一 以死求名 是明朝建臣的特色 二 后台有清流 万一没死 自然平不清云 老话讲 人死话不烂 周云一死了 凡尔说的话 更有分量了 为了平息谣言 嘉靖下了罪几兆 万方有罪 罪在朕宫 从新年初一到十五 朕一个人在玉西宫 摘戒齐雪 这说来也巧 正月十五这天 还真就下雪了 谣言也不攻自破 风宝一看 机会来了 告诉一众小太监 自己去给皇上报喜 谁他妈敢大声鼻鼻 我打死你 都说手再大 也遮不了天 你能管住东厂的人 你能管住 司礼剑的人吗 恭喜老祖宗 恭喜各位祖宗 老天爷下瑞雪了 好大的瑞雪啊 这旅方一看 好事啊 走 接几个 咱给皇上报喜去 可还没等出 司礼剑大门 刚才报喜的小太监 就把冯宝 先一步报喜的事 撂了 一旁的陈宏 阴阳怪气道 哎呀 看来这小逼想攀针上位呀 那咱们就再等等 就在这时 冯宝回来了 干爹 向瑞雪的事 皇上都知道了 回干爹的话 儿子已经替干爹 向皇上报过祥瑞了 我还以为皇上一高兴 就让你进了司礼剑了呢 是啊 我们这些人 也是该挪挪地儿了 都说物老为友 人老成精 就你冯宝那二两半的心思 在几个老妖眼里 屁都不是 留下了血都凉了的冯宝 四人一千以后 朝玉西宫走去 这冯宝一跪 就没起来 雪是下了 谣言也止了 可是国库亏恐 是实打实的 这新一年的 玉钱财政会议如期到来 吕方几个老妖 正在宫门等候内阁的 一众大佬 眼见严格老的小教 缓缓而至 赶忙相迎 嘴里恭维之词不绝 足以见得 其地位和威望有多高 皇上万岁 阁老百岁 您老还得伺候皇上二十年 要是再干上二十年 还不让人给恨死了 两句话能看出来 小阁老严是翻得城府上前 容易喜怒于色 玉西宫内 所有人安慰站好 左边一排是斯里坚老友 右边一排是阎党和清流 把他们放在一起 好方便他们打嘴炮 家境手起垂落 同庆响起 会议开始 今天的会议主题就是 去年的财务结算 和今年的财务预算 首先是德高望重的严格老讲话 去年两个省的大汉 三个省的大水 北边和东南机场大的战事 再加上工里一场大火 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老东西一张口 先把亏空的理由垫上了 斯里坚几个老妖是明在心里 不表于言 随后严格老想满天过海的把去年的结算 给糊弄过去 内阁也把票都拟好了 斯里剑批了红 去年的账也就算结了 然后咱们再以今年的开支 许个老 内阁的票你在你们那儿 成交吕姑姑他们批红吧 这户部尚书许姐本为清流 今天呢 就是准备收拾你们 怎么可能让你蒙混过馆呢 首先票咱们看看 可字不能签 尤其是公布和力部上报的 超支太大 签不了啊 这小哥老就不淡定了 什么意思 别的部都签了 我的部不签 找茬是不是 这撸胳膊晚秀就准备battle 画面一转 欲望服 严谨人饰演的李飞正生孩子呢 可欲望想的却是宫里的高拱和张居正 因为严党很有可能利用周云义 对两人发难 眼下能保二人的 只有李飞肚子里孩子的性别 如果是皇子 那就是家境的长孙 自己也将富随子贵而稳坐处位 高张二人是自己师父 自然也随之显贵 他这边想着 玉溪宫这边已经开干了 你小哥老不是说 俺们户部针对你吗 好 咱们用事实说话 户部堂官高拱 将去年的收纸 一一摆在台面 结果亏空达八百万之多 而且都跟你们力部和公部有关 接下来咱们细了 第一笔三百万 是你们公部以兵部的名义你的票 这事儿让兵部的小张来说吧 是 这三百万两 是寄在兵部造战船 三十艘的账上 实际上 我兵部并未见到一艘战船 小哥老一笑 这三十艘战船 有十艘是俺们公部 为了给皇上修烧毁的宫殿 拉木头用的 另外二十艘 被士博司借去了 有这么回事吗 是有这么回事 既然全对上号了 那这钱只能批了 接下来第二笔亏空 是江苏和浙江 修堤坝用的 你们公布上报预算是三百万 可结算时 却上报五百五十万 来 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修河多出的公款 河道衙门有详细账目可查 再说了 河道监管都是宫里派去的公公 你们不签字 恐怕不只是对着我们公布来的吧 这小哥老已经探出门道了 只要把事情往皇上身上扯 绝对OK 这旅放一百首 行了 下一个 这最后一笔亏空 是修建宫殿的材料费 预算三百万 报批七百万 你说你是不是要疯啊 他严加感叹 自然早已想好了说辞 封不封先放一边 且听我慢慢道来 年初的预算是说到云贵山里运木料 可后来一勘察 没有路 山高林密 这大料根本就运不下山来 这才改成了从南洋海面运来木料 这一年的工期 突然增加了这么大的难处 我们公布日夜赶办 连大船都翻了好几艘 但还是抢在年底前 将宫里的几处电宇修好了 为了皇上 我们什么苦都可以受 好一具大船翻了好几艘 把前面造船的钱贪了 船上的木材钱也贪了 而且贪得名正言顺 这活是给皇上干的 不爽 找皇上要啊 最后在嘉经的认可下 去年的结算已全部批红结束 接下来是今年的预算 身为兵部塘管 张居正给出了自己的想法 眼下东南匪患仓爵 如果能多加预算 造战船 加兵力 解决沿海骚扰 然后保证海路畅通 每年进账 何止千万呢 最后来了一句 希望今年的钱 都能用在刀刃上吧 这小哥佬一下就急了 你他妈什么意思 难道去年修和笛 可给皇上修电宇 不是正事吗 我没有这样 那你刚才话中的意思是什么 那小哥佬的意思 是不是今年还要想去年的魁国 李公公 奸臣已经自己跳出来了 高拱是一个 还有张居正 我看你不光是你 还有一些人 就是去年蜡于二十九 周云义诽谤朝廷的后台 周云义 一个青天间管天象的官员 为什么能够在诽谤朝廷的时候 能把朝廷去年的用度 说得那么清楚 当时我就纳闷 现在我总算清楚了 就是我们在座的有些人 事先把详情告诉了他 是谁挑唆的 怎么敢做不敢认 整个玉玺公一片寂静 看来是掐住了青柳的死脉 下集 为了搞钱 在嘉靖的授意下 促成了改道为嗓 浙江省杭州市 淳安县的百姓 可遭了痒了 哦对了 还有那个 洞城冰棍的小冯宝 也该解冻了 冯公公 老祖宗叫你起来呢 老祖宗 他冻江了 抬进去吧